为了对付敌后的抗日游击斗争,日军推出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,即烧光、杀光、抢光,图为日军浩浩荡荡的进军,鬼子进村了,东洋战马配坦克,不可一世,灵居然还恬不知耻地炫耀胜利,真是无语了。 日本在敌战区实行所谓的良民政管理,从途中可以看出有的家庭不得已挂起了日本太阳旗,以免受到伤害,野蛮、粗暴在日军身上显露无遗,图为使用蛮力闯入民宅,妇女儿童永远是战争时期最大的受害者,日军对待弱者同样毫无人性,掠夺物资,一战仰战是日军的一大目的,图为展示掠夺的牲畜, 毁坏生活设施,破坏根据地生活条件,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抵抗意志,图为烧毁根据地村庄房屋,无论是兵还是民众,一律采取残酷手段,图为毫无人道地对待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。 杀光政策是我国普通民众伤亡巨大,图为图村后的现场,最可恨的是,日本这一政策是有计划有组织的,图为将三光政策推向顶峰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存宁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